人家你说为什么他是当代的唐僧 因为我觉得当代唐僧 现在已经变成一博的一个代名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就是觉得他就是 不太喜欢跟女生交流 也不太喜欢女生 在大家印象中 王一博一直是高冷酷该的形象 浑身散发着生人物金的气息 即使是开口说话 也能一句话把人气得半死 我觉得我喜欢幽默的 我最爱喜欢幽默 王一博真不愧是你 这回答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不过我们脖子哥的直男行为 可远不止这些 宋祖儿在与王一博一起出去旅游时 因为早已被告知王一博话少 所以宋祖儿为了活跃气氛 拼命的找话题聊天 可惜他遇上的是王一博 结果可想而知 你们俩是第一次一起旅行吧 什么感觉 昨儿怎么了 你这是哭了这是 怎么了 相见和满 感觉我一个人去的 他们之前跟我说 他可能话有点少 我说了好多话 他还是不理我 这助孤生的直男属性 连王寒听了都忍不住冒火 大张伟也是无奈竖起了大拇指 如果王一博不是长得帅 真的可能会被暴打 看这样子 他也就适合和摩托的在一起了 然而 再看看他与车摩小姐姐的合照 无论小姐姐笑得再开心 他都宛如蜡响 脸上就差写上 不耐烦三个字了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不过正所谓一物相一物 钢铁直男也逃不过这个定律 当王一博遇上赵丽颖 那态度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弯 在片场一直黏着赵丽颖 活脱脱的像个小孩子 为了引起对方注意 王一博可谓是想尽了办法 比如时不时来个偷袭 或是突然靠近逗他开心 又或者化身托尼老师 帮赵丽颖鞭头发 除此之外 粉丝们最期待的就是吻戏了 在话戏中 只见赵丽颖突然清了上去 而王一博表面一副 从容不迫的样子 可王一博这莫名的笑是怎么回事 完全变成了王甜甜好吗 如果换成其他女生 别说是吻戏了 就算是牵手 都能要了王一博半条老命 所以我只想说 王炸姐弟YYDS 不过同样是扮演夫妻 为何宋毅却没这个待遇呢 两人明明共用一张床 同一张被子 在如此暧昧的气氛里 王一博却一脸冷酷 甚至还与宋毅抢起了被子 这简直就是本色出演 百里红毅啊 柳七娘 二郎你 我没被子了 吃饺 柳七娘作为白里二郎的小迷妹 自然是二郎走到哪里 就跟到哪里 这也导致了整个片场 都充斥着宋毅叫二郎的声音 这一生生二郎 简直不要太洗脑 难怪皇兄说 宋毅估计做梦都在喊着二郎 王一博虽说也跟着模仿了起来 却丝毫没有在与 赵丽颖互动时放得开 这一态度 简直就是大型双标现场啊 其实王一博对赵丽颖的态度 完全有迹可寻 早些年王一博被问 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他曾不止一次地透露出 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女生 一博还说比她大一点都行 姐弟恋 五岁以内吧 现在现阶段比较喜欢比自己大的 年少 一场的话 好可爱类型的话 中间一点 右皮又柜柜 两种 还是比较会 喜欢 喜欢会撒娇一些 好家伙 这说的就是赵丽颖吧 长头发 皮肤白 可爱 赵丽颖似乎每一样都对得上 至于性格又皮又微柔这点 赵丽颖恰好又有赵小刀的外号 这还不算完 之后在天天下上中 王一博可以说是时刻关注着赵丽颖 听到姐姐的声音 立马掀开门脸 看到姐姐吃第一次螺蛳粉的表情不妙 立马询问 还习惯吗 连更是同喝了一碗胡辣汤 宣称没有丝毫尴尬 这互动 谁看了不说一句甜 如果换成别的女生 王一博怕是必知不及 估计也只有赵丽颖能让她做到这样了 希望两人能早日而搭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